政府推动年金改革 年该委员会议后将举行分区座谈会 根据了解 备受关注的军公教优惠存款18%利率 将有可能被调降或是砍办 而这让军公教退休人员感到很不满 直说这不是改革而是斗争 二十场年金改革委员会已经结束 分区座谈会将于十二月底召开 根据了解年改会的方案将大幅调降军公教的18% 优存利息与所得替代率 以依应社会期待 让军公教退休人员很不满 直说这是在斗争 这不叫改革叫斗争 第三个如果说他们要采取这么暴力的这样的手段 这么激烈的手段 一定要把这个18%全部砍除 那我们也不排除我警察的这个退休警察 我第一个我们要发动去霸占你的立法院 我要攻占立法院 若是政府执意而行谢更林扬言将有所行动 而对于年改会的改革版本可能将18%减半 以及所得替代率调降二至三成 民进党立委建议用逐年递减的方式以减轻反弹 为什么要被改革很大运营 就是他现在领的远远超过当时他所叫的 我觉得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根据我们了解是高官等的人 他会减的比较多 中低官等的人可能有可能减的比较少 或者不减 必须要考虑到我们林英大同篇所说的老有所养 而且法力信赖保护原则下 如果一次到位 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国民党立委则认为 现在法案尚未送进立法院 一切言之过早 也强调所有的年改方案 必须要符合老有所养的期待 记者郭财燕沈志明台北报导 蔡政府推动长照二点零 并从十一月开始事办 而计划负责的政务委员林万亿 接受媒体专访表示 基层照服务员缺口严重 未来希望优先调薪 吸引更多人加入 但是有社福单位就认为 只靠加薪 恐怕没有办法补足人力 帮长辈拍背 避免身体过于僵硬 年轻人投入照顾服务产业 不只是要给予陪伴 就连长辈的惯喜 家里的环境清洁都要包办 但从事这个工作 薪水并不好赚 政府推动长照二点零 从十一月开始 陆续在各处设立A级社区 整合型服务中心 B级复合型日间服务中心 以及C级项弄照顾站 是否团体估计 扣除外籍看护 以及自家照顾的人数之后 大约有五十万人需要服务 但投入照顾产业的人 只有两万多人 人力短缺 这晚林万一表示 将严理提高薪资 来吸引更多人加入 但只靠加薪 就想补足人力 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做的工作就是打扫 家务身体照顾 那就对大家来说 就会觉得这是比较低阶的工作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专业化的过程 我们从技术面 从照顾的技术 来把这个工作的 应该被社会得到的肯定 跟尊重 把它整个建置出来 跟着国发会估算 台湾将会在一百零八年 进入高龄社会 因此建立完整的长照制度 刻不容缓 现前段人力缺口 要是无法改善的话 那么要想完成长照二点零目标 可能还有一大段路 接着唐日吴锡昌台北报导 澳洲政府为了要补贴税收 计划课征高额的背包课税 遭到农民以及旅游界大力反对 最后只好敲定了决中的方案 未来度假打工的外国人 可能会被课征到 百分之十五的税金 由于台湾青年 每年有超过两万人 到澳洲去度假打工 课税案的冲击 对台湾的影响 还有待观察 询问者到澳洲 打工度假的资讯 到澳洲当背包客赚钱 私人辛苦 但是却能够快速的累积财富 也能够增广见闻 不过澳洲政府为了补贴税收 将大刀指向打工背包客 计划课征高额的背包客税 原本明年开始要 科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的税 但是却引发农场可能缺工 以及冲击旅游的批评 朝野协商之后 敲定要科百分之十五的 折中方案 项目许多今年分分想了解 澳洲将征背包客税的最新资讯 主要这个打工度假的人口是为了填补 偏远地区的劳动人口 那一旦调到三十二点五 他们一年大概有六十万人口 在澳洲工作的情况之下 很有可能他们就会损失到 这个劳动人口的 在过去背包客只要年收入 不超过一万八千两百澳币 就不用缴税 未来全部都要磕税 曾经去澳洲打工度假的人 都认为多少会冲击年轻人 前去的意愿 以前是免税 所以我就不用缴税 我就可以退税 我缴税就要退回来 可是现在统一要扣四五 所以就是我没有赚到两万块 可是我觉得我所缴税的 就拿不回来了 但是要看那个人去的 他的想要去的那个性质是什么 如果他是纯粹去赚钱的话 可能就会有影响 事实上澳洲从两千零四年开始 合法打工度假签证 台湾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万人 到当地的农场等地 灰汉赚辛苦钱 最高峰曾经高达一年三万六千人 最近虽然有下降 但是人数还是不少 未来磕税如果定案 冲击有待观察 记者陈嘉欣 张子佳台北报道 台湾羽球一姐 戴子影在香港羽球 超级系列赛当中夺冠 世界排名要上了第一 昨天返国在机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对手回击灌网 台湾羽球一姐 戴子影拿下胜利 以21比15 21比17 直落二前击 打败人高马大的印度选手新都 一扫奥运落败之痛 在香港羽球超级系列赛 夺下冠军 而这不仅是戴子影今年个人第三场冠军 同时世界排名从目前的第三升上第一 成为台湾第一位 羽球女单球后 28号上午戴子影风光回国 在小港机场收到热烈欢迎 爸爸带南凯亲自接机 感谢各界帮忙 不过他自己倒是淡定以对 我觉得就算我想好要复仇 但是我不见得会成功 所以我就没有去多想 就是对就是尽力去打 我一直很感谢 一直在默默帮忙自影的人 因为其实父母亲就是支持他而已 就是减少他的整个舟车劳顿 虽然在今年里约奥运16场赛中 但自影伴给新都遭到淘汰 不过相隔两个多月 双方再交手 但自影只花了41分钟就击败对手 跟现在四强赛中 打败现任球后马林 接连拍下里约奥运的金银牌选手 小袋除了赢得三万美金的奖金 并获得9200分的冠军积分 将会在下周公布的最新世界排行 站上世界第一的位置 记者李全孟昭泉高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